Don't fall I don't think you're bluffing Whatever decision you make Make sure to open your mouth first Call her from open a cough You mother fucker You open your mouth Chris You open wide You take your medicin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周二的Hustler精彩集结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拍 Ludercris做到了装位 6-8方块3-1400 三人池 两个对手翻牌 这是给到了鲁德一个铜花顺的听牌 Big John 他怎么是一对Ace啊 翻前的加注去哪了 一对Ace选择了慢打 而翻牌面中赛 不过这手牌他可是真的有对手 翻后鲁德下注两前期 Big John要不要加注 好平扩打得再慢一点啊 再慢就要出事了 转牌 一张9 行了 安全了 排面出攻队 Big John拿到了葫芦 还在过牌 这把自己两张Ace啊 藏的是滴水不漏啊 加不加注 要不要加注 还是一个平扩吗 他在思考 鲁德到底是用什么牌连开上两枪 而且转牌这一枪打的呢 还不重啊 最终Big John还是平扩 合牌 只有一张方块7 可以改变鲁德克里斯的命运 Big John问你想要什么牌啊 鲁德说他想要啥给啥 你别管我 别管你 那就别管你 哎呀 Big John合牌开始站出来拿价值了 而鲁德呢得了便宜还卖乖 说你干嘛要下注啊 你留个机会给我去bluff 他不香吗 你要是过牌我就推了 怎么可能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 Jeremy拿到一手AK杂色啊 300到了1800 两个对手他有位置优势 Jeremy问了问 大夫后手的筹码量 大夫说自己后手5万5吗 没有那么多啊 翻牌八九钩 大夫的话 这是拿到了一手花顺双抽啊 翻后Jeremy也是牙火了 而转牌的一张老K 彻底点燃了战火 鲁德克尔吓住了啊 5000的坡直接打4000 他不想让其他人啊 盒牌超越自己啊 顺子可能买不下去啊 但是大夫的铜花听牌呢 好像又有点小 这张老K掉出来 他不想玩了 身后还坐着一个Jeremy 万一Jeremy一个家注啊 自己还是得盖牌啊 很有可能自己的跟注 那就是肉包子打狗啊 回都回不来了呀 Jeremy跟注 继续防御 盖牌 盖牌他就来了呀 黑桃他就到了呀 白夫又郁闷了 路德要不要继续打 Jeremy很有可能是用一对钩啊 做得跟注啊 因为对手如果是两招黑桃 说不定转牌就推出来了 AK应该负不掉吧 路德说你别在那自己瞎叨叨啊 你张开嘴啊 想说啥说出来啊 我说了 怎么着吧 踢脚比你好 气死你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啊 路德拿到了Kevin啊 他最喜欢打的牌型啊 K7 King7 300做到了2000 Vinter K9黑桃 看到对手跟注 路德也是一声郁闷的长盼呢 翻牌圈50 很好 谁也没中牌 这比发一张K出来有意思啊 1300的下注 黑桃只有一张 不过Victor还是跟了下来 Victor有一个卡顺挺牌 当然还有后门的铜花可以追 转牌黑桃四 这是Victor的主场了 打不打 换我我就下注了 重不重牌 合牌再来上一枪 而Victor呢 面对路德选择了过牌 考虑到路德进攻性比较强啊 他也担心直接吃到夹注 而拿着K嗨的路德 转牌打了4000 阻止行下注是吧 但你又怎么能阻止一手花顺双抽的脚步呢 来吧Victor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跟注 我还以为会是个家注啊 我还以为会是个家注啊 Well this Kevin might get through Victor 打 动手 上 放大招 晾兵器 还不动手吗 路德连开两枪啊 肯定没货啊 闻的 Victor这是放弃了 录的同样是亮不了牌啊 合牌再打8000 结束了 给你机会你不争用啊 没盖牌吗 推 哦 硬 再来看这一手牌 迈克尼亚 圈石红桃 手里只剩2000多 直接推了出来 罗尼可以圈 Victor石钩 全部都跟了下来 两个对手啊 这想拿到一个double 挺难的 hello 翻牌两张钩 两张草花 哦 尼亚拿到双头顺听牌 Running拿到铜花顺听牌 而Victor 拿到了三条啊 这手牌谁能赢 还真说不好 这要是转牌掉张草花石 就有意思了 Running打了1700 这Victor不加拙 Victor 哎呦 这么喜欢防守啊 转牌翻块4 一张无关紧要的牌 一枪没打掉对手 Running再思考 还要不要继续开枪啊 算了 不打了 你不打 那该我了吧 Victor 该拿价值拿价值啊 这个哥们职业牌手的派头十足啊 每一个下注巴不得考虑上个一年 半尺左右 这回轮到Running难受了 铜花顺听牌 谁能拒绝呢 但是眼睁着他知道自己胜算不会太高了 尤其这还是个攻对面 这晚上Running好像真没怎么中过牌啊 能不能 完了 合牌一张老K啊 Running还拿到顶顿 而这张K 让Mike Nia 做成了顺子 打多少价值 底是一万八 看 直接推了 Running秒扣 哇 那这手牌 麦克尼亚还有Victor 平分了Running支付的所有筹码 几乎清空了Running的台面 好的朋友们来看今晚的最后一手牌了 翻牌A30的彩虹面 三甲名中顶顶顿啊 录的今天晚上中牌率还是挺高的 但是刚看了一下啊 他还是水下的 之前 输了哪个大地池吗 录的下着500 踢脚很烂 踢脚是5呢 我就打500好了 两甲A好像走了一甲啊 谁都跑了 胆子这么小 转牌一张草花5 又是Running 又拿到铜花挺牌 又是顶顿 但是他又没见到自己想要的牌 哎呀 录的拿到A5两对 打价值了 打这么重干嘛呀 打个半吃他不香吗 因为是多人吃啊 Running又被夹在中间啊 很有可能这一手A2会缝掉啊 单挑的话可以打重一点啊 多人吃打得太重 那牌真的不会太差 盖一回吧 Running 好 那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今晚的直播到这也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猜一猜 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是谁 竟然是 Jeremy 好的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周见吧 Ludacris Ludacris Victor in the mix MikeMia in the mix I mean I wasn't betting for protection People are mixing it up out there I should have chanced it And this is what we care about What? JBoogie Atop the leaderboard The curse might be broken I only folded because I knew Magic avez Fix ỗ